我們要去到極點 要暴力起控才行 這個講法治的社會 大家在香港看得最清楚的是什麼呢 我們最大的保障就是法庭 你除了有法律的治 你要有法律的人 就是法庭 什麼叫司法獨立 就是法庭會獨立處理這件事 他會給他的經驗和法律知識 來和我們把關 但是你送入法庭才行 是不是 你不送入法庭 怎麼會有法治 我想會輸的 我想會違背人權公約 我覺得不是 我說不爭了 就不送入去了 這樣叫法治社會 為什麼不送法庭呢 香港的普通法的經驗多強壯 我都去過英國的書物院 嘩 將法律的平衡 分析得很清楚 你要講的話 這個就是講的地方 哪一條違背國際公約 哪些國際公約裡面的適當的限制 是很清楚 回歸前幾件出名的案 香港那些叫做游雞 我們叫做游蕩法 去 普通法是很保障 一個市民的利益 一個被告人的利益 對著一個 國家的檢查 他就是你的 和你把關 不是 不送法院前 大家講了算數 現在今天 講的組織 還沒講到行為 今天講的組織 當你今天是一個黑社會 香港是犯法 你自稱黑社會會員 都是犯法 MOTS Member 不一定是 自稱 慫恿人入黑社會 也都犯法 唱黑社會詩句 也都犯法 要坐牢 要罰錢 要守行為 受警察監督 未去到黑社會自己的行為 就是 犯罪的行為 現在只是講那個 明白嗎 組織已經是非法 那麼法庭 怎麼對這個組織 對制裁呢 看這個組織對社會的傷害有多大 有多嚴重 那個 那個犯罪的成份 罪案的成份 看這個組織是做什麼的 如果是危害國家安全的 要看看有沒有外國的 影響 關係 甚至乎操縱 你會看這個組織 現在是 第一步 這一步已經遲了 這個 我等一下會再說說 我不責怪特區政府的 為什麽 因為回歸後 在國家安全這個範疇 在司法的配套上是完全沒有清楚去考慮 而考慮作出什麼決定 有什麼形式的操作 哪一個執法機構去執這個法 司法程序的開始 就是不是送法院就是開始不是 司法程序的開始 就是當你在普通法下 執法機構有理由 reason to believe 有理由這個很客觀性的 法庭會監督的一個指標 要有客觀性的理由去相信 某人或者某組織 觸犯香港的刑事條例 就開始一個調查的過程 那時候你是一個subject of investigation 你的行動自由已經受限制了 譬如說不准出境 交出旅遊證件 接受擔保 這個已經司法程序開始 司法程序的調查要去到 這個調查的結果 是可以有一個叫做什麼呢 表面證供 成立的 才可以立案 去到法院 要在毫無疑點之下 才可以定罪 過程 這個就是司法程序 由一個人是subject of investigation 一路開始 那這個執法機構是誰呢 它是對抗式的香港 那你有責任去檢控 法庭就是把關的 那你執法機構 在國家安全方面的層面方面 我想問哪一個政府部門負責呢 在警隊裏面 是不是有一個 好像以前有一個special branch呢 全世界都有這件事的 美國有FBI CIA 英國有MI5 MI6全部都有的 蘇聯有KGB 我們國家有國家安全國安 在這裏面的建議 怎麼會沒有呢 怎麼會是時而不見呢 是不是 我經常都說 你這個Snowden這件事 逃來香港 美國要求他引渡 你以為真的是香港移民的局長 或者特首自己決定 不送回美國 送去蘇聯嗎 這些是有國家安全的 考慮在裡面的 肯定不會是一個地方政府去決定的事情 為什麼大家不拿出來說呢 為什麼有新魔呢 整天是魔鬼化 搞到高度敏感 整天都希望社會是有動盪 法治是受衝擊 那這幫人就有生意了 是為大我還是為小我呢 你覺得 現在應該提的 第一就是 有什麼在社會上 在行政機構裏面 即特區政府 行政執法那方面 哪些執法機關 是對國家安全 是有責任 是怎樣運作 是怎樣可以高度明度 向市民有個 解釋和交代 讓他們知道是怎樣操作的 大家都支持的 為什麼不支持自己國家的安全 難道支持其他國家的安全 難道支持其他國家的安全嗎 不是 不是 你這件事 你今天 我看來看去 第一件事我看 就是什麼呢 是保安局 所以那裡有一個副局長是負責社團 規例的 只是社團的 那他的行為呢 是不是律政司啊 是不是保安局啊 是警察警隊裏面哪一隊去負責調查這些東西的 你現在只是調查這個香港民主黨所的言行 講過一句什麼 在facebook講過什麼 全部都是看紀錄的 而他都不知道多想他的紀錄多公開 他的組織就是鼓吹這個 越多人參加越好 這個就是他的目的 但是任何的調查都沒有做過呢 後面有沒有外國組織的關係影響呢 去台灣的女費誰給的呢 生活費有沒有bonus 有沒有special donation 沒有調查的嗎 其他國家一定會調查的 最重要是想知道現在這個香港人說 是呀 他現在都沒有什麼做作 為什麼要搞他 現在不是他有沒有做作呢 這個是一個碼頭來的 他立了一個碼頭的問題是誰去建這個碼頭 是否外國組織後面操縱 香港人絕對不支持這件事 不只是內地中國公民 香港中國都不支持這件事 那第一你就要考慮 這個要真是維護國家安全 等一下講到憲制那方面 真是維護國家安全 香港的責任不只是 香港的中國公民 香港特區政府當然有責任 就是對國家安全要負責 就是對國家安全要負責 他負責的今天你想去給他的 只可以在社團法例下面 只可以在社團法例下面 說他可能有個上訴上來 如果21日後 保安局長說 不行你是怕你是非法組織 你就是散兵 他就在上訴 去到特首了 他就負責了 大家現在這樣看我們的 憲制安排 特首相責任 他負責 他怎樣去 去履行他的職責 只有這麼少資料 有什麼外國影響都不知道 錢哪裡來都不知道 銀行的戶口都沒有調查 只是你說過什麼 是嗎 是嗎 這個 第二步就是 同時就是 你有一個 執法機構有這個責任的 是有 明明的指引怎樣去 去 運作的 是不是 接受監管的 有些責任的 那大家可以 高透明度看到的 然後就是有什麼 法例呢 我不都說有法律的人 那你都有法律的詞 那法律的詞 那是一個人做的事 一個人做的事不受他 完全跟他沒有關係 你只想炸天安門也好 跟社團法理沒有關係 那行為就是核心 這個是一個附屬發展的對社會的打擊 就是把這個行為變成有組織化 把非法行為有組織化 現在最重要是一個行為本身 組織化都是把這個行為擴大 有組織化 大家一起做這些非法的事 那這些行為 以什麼為制裁呢 大家不要做鴕鳥 是不是 究竟是什麼呢 哪裡有呢 刑事罪案條例裡面 我做刑事的 我講了很多次 怎麼可能法例是過時的 那我的普通法的書可以丟掉它 一百幾十年 用來做什麼 過時 胡先生 你全部都是上世紀 這就是普通法 那些人說 去到香港的法院 犯常 那些人說 又不是說過時 那些人說過時的還要做過 那些人說過時的還要做過 那些人說過時的同時的そして 那些人說過時的還要做過時的替者 那些人說過時的還要做過時的還要做過時的會 你不相信香港發言嗎 法律的字在爭論 他們違背國際公約 這個一定要有暴力才行 我不管23條怎麼寫 一定要暴力就只有武裝起義 而這個武裝起義還要什麼 還要只有那種起義才可以定罪 吳三季有沒有罪呢 他有沒有用暴力 他開關 他不想有暴力 是不是要拿和平獎 你有沒有說到這麼離譜 煽動是普通話 在英國發明的 煽動 我經常說我同學 我學長曾德成 坐三年間為什麼呢 有沒有暴力 是聖保羅派傳單 他要叫殖民地管治 他不要說要暴力 那你現在告訴他 你這三年間坐得很冤枉 根本不應該告你 根本不應該訂你 現在還不跟他翻案 你現在說過市 說一定要暴力才行 你現在說過市 國際中藥都有合理的限制 都不被人爭論 都不是學術客觀的分析 總之我打這個民主旗號 一定是我對的 一定是錯的 不用爭拗的 不告得我 告得我就打壓我 就拿我的空間 就言論自由 freedom of association 你什麼都搬出來 Come on 也都很低估香港人的做法 你很低估香港人的智慧 你真是當我們Lulu嗎 所以現在最迫切的大家 正視一下就是什麼呢 就是特區政府的行動 一定是到中央政府 已經接受不了了 很明顯 這個香港民族多出現 第一個condemn是什麼 國務院港澳辦 官方出聲 有什麼行動 剛剛 特區政府有他的壓力 多種壓力 這些不可以等 這個叫什麼 理想 的條件發生 這些 你發生國家安全的事 這個人一路踩底線的 一路推那個線的 就是 選立法會議員 我聽說要排練組織軍隊 要排演 要等到什麼時候 那你現在 特區政府 要做的事情 已經是 特區政府都說 我們國家領導都說 因為香港產生情況 已經過了條線 是嗎 如果你過了條線 那你以什麼去對付它 只是對付現在的組織不夠 如果你只是對付組織 不對付那個行為 就治標不治本 所以 現在大家要面對 我講了很久的事情 大家要用一個 客觀的 理性的 去認識 究竟現在 國家安全的刑事條例 是普通法下 是我們兩制的普通法制下 是什麼東西來的 大家要去認識 煽動 不是 中國 發明的法律工具 是 英國發明的 顛覆 就反過來 但是分裂國家 判決 賣國家機密 全世界國家都有 大同小異 怎麼會沒有呢 要面對才行 立法 一說 又說 哎呀 接著就是23 不是接著是23 23應該已經 是要履行的事 我講了很多次 因為過程 如果你想社會 融合入面的過程 都需要幾年時間 我講了很久 要去到一個 這個 男 藍佬案去不改的 不是以前那次 03年再來一次 唯一來一個要不要就則你吃 不是啊 這個過程是吧 白皮書之春 綠皮書 說很多 有一個我們有一個 我們香港管治經驗上面的諮詢的體制 為什麼不做這件事情 你做現在發生同時可以大家去看 你看到迫切性 還不看 即是有病還不看醫生 是吧 還研究哪一種就好些 那你現在看 拿出來爭論 叫各世界上專家來 這不是我們發明的 國家安全 193個國家聯合國都有的 是吧 你要什麼經驗就拿來講 大家來研究一下 不要就這麼魔鬼化它 自己騙自己 尤其是這些東西 它的目標 通常在社會上是年輕人 對不對 現在香港的問題 社會的撕裂 核心都是年輕人那裏 年輕人 大家做過 dis 啊 一點點主任 所以 指的是不 Def feh radio 的 校 票 只有這個公民大哥的人 好像時劉興那樣 黃絲帶才是時髦 藍絲帶怎會是時髦 對不對 最糟糕現在是時髦的對象 以前的英雄就是奧巴馬 現在英雄就是特朗普 對不對 所以世事的經驗 大家在這裡活著 看看現在社會上 你所謂民主國家 你看看他們的領導的道德的平台 道德的水準去到哪裏 都說不要當全世界人都是Lulu 不是說得出就可以說的 所以我說回到現在這個 社會社團條例那裏 現在最迫切的 就是要律政司表態 究竟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例如香港民族黨 所鼓吹的行為 是有什麽 刑事條例 存在的 是可以 拿來 對付 制裁這些行為的 有還是沒有 存在的 是不是可以用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 那怎麼辦 為什麼不 有真空的嗎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有真空的嗎 全世界 在法院 現在 現在 那些人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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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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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第二 第二 第三 也不提 刑事罪安條例νη市罪安條例 刑事罪安條例 創事罪安條例 大部分香港刑事罪安條例 香港法治社會 我覺得王澤民講了 那次我是因為有物理治療 不能去他們那個中國文化法學會的研討會 但大家要注意 一出來就 哇 二論非非 我想問第一句 二論非非的人 有沒有看過中國憲法呢 有沒有看過呢 有多少頁的 有多少章 是說什麼的 是什麼時候最後制定 什麼時候最後修改 最近的Edition是1982 這個很重要 香港的產生就是那時候的修改 那時候的版本 一國兩制而產生的 最近的修改就是今年 就是修改 大家要看一看 黃振文部長不是突然間 空月來風 突然間拿這件事出來說 不是的 那時候 開兩會的時候 我們開兩會的代表委員也好 哇 第一次真的要面對 大家對憲制 對中國憲制要有形式 你不認識 怎麼可以參加 小組討論 怎麼可以 將那個修改的案情可以有理性的討論 對憲制的認識 新時代 我們主席說 新時代的中國的社會主義 特色的社會主義 有什麼呢 一個很重要就是全面法治 由這個憲制的地位 是放到最自尊的 由李菲那個 法律委員會 改名做憲制法律委員會 所以你這個憲制的地位 亦都是憲法 亦都是保衛國家安全 國家的存在 這就是第二張 中國憲法 四張 四張 四周 easy to read 大家叫自己中國公民 在香港 修用五星期護照 出去了 麻煩你來看看 自己國家憲法 不用怕 你不看這個國家的憲法 寫得很清楚 很容易明白的 四個章程的 比基本法還簡單 現在在國家的發展 都是把憲制的基礎打得很清楚 在香港固然 你要和這件事有一個配合才行 在香港特區政府如何維護中國憲法呢 第一句有人說中國憲法 does not apply to Hong Kong 你說什麼 香港獨立嗎 好像這些是香港民族黨會說的話 中國憲法不適用於香港 香港的存在 由1997到現在的存在 是全部靠中國憲法第31條 但是都是一種民主義的主義的主義 才能夠互相和免費和免費和免費 您可以去海報的侍費和免費和免費 如果您要Attack 可能沒有辦法 你會不自己做東時 英式的普通化制度 澳門有歐洲大陸式的制度 台灣有它那套的制度 都是一個國家之下 不同的制度可以共存 所以 一個制度的 很多人說 哇 你一個制度的 這個制度的制度 不是的 它今天用一個 你們大家 國際標準上很容易接受的方法 就是用一個憲制 用憲法 來將 國家的社會模式 擴大了 新時代 大家可以共存 香港的資本主義也好 澳門那個資本主義也好 內地自己的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導 大家都是共存 在一個國家的主體之下 多好呢 不容易的 為什麼不支持它呢 不是的 說真的 回歸後 香港有誰覺得我們現在 是處於一個 大陸式的共產黨社會 在香港 那時候老平說過 馬照跳舞 馬照跑 意思就是你的生活模式 有改變嗎 他想改變你 那邊做什麼呢 我們想領土完整 大家有大家的民族的 血脈 大家有一個民族的自尊 所以 要上班 走出去讀書 我以前走出去 說我是日本人 因為中國還沒見過的 沒有錢出去讀書 哇 你這個 心酸 你的 照鏡都較得深酸的 為什麼你做中國公民 香港已經是中國的版圖裏回歸了 為什麼不認識一下中國憲法呢 你看中國憲法裏跟美國一樣 你看美國憲法第一件事就是你要支持你的國家才行 維護你的國家 你必須要成為一個憲法 為什麼我經常說 一個美國人站著 愛美國 I'm a patriot 在傳媒的portrayal 這個是一個glorious thing 而一個人說我是驕傲 我是中國人 為什麼不是同樣的glorious thing 為什麼要受批評 受攻擊呢 為什麼中國憲法好像也是紅水蠻手呢 中國憲法一定適用於不僅是香港 全中國每一個角落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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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的省 包括 自治區 包括 直轄市 包括 特別行政區 沒有一霸面 但是 香港有一個特別的獨特的優勢 跟其他國家的組成部分相比之下 就是什麼呢 他們是中國憲法的第一章下面的結構模式做運作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 跟著他第一條至第三十條 就全部是講這個社會主義的運作 黃澤民都說了 他用那個字去修改 就是講第三十一條 第一去到第三十一條 前面那些是不同的 第二個制度產生了就是什麼呢 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可以法定去規定 成立特別行政區 特別行政區實行的那些制度 就按照那個地方的具體情況 不是跟前面那三十條 就是我們可以有原有的資本主義 這個制度 和你的社會制度是矛盾 OK 共存 好 好了 很明顯 一至三十 是講 一國的那個兒子 三十一就講這個兒子 是不是 不是說誰大過誰 這裏就講這裏的 現在這裏就講這裏的 是吧 這裏就是社會主義的 這裏就是資本主義的 OK 好了 那第二章講什麼呢 第二章就是所有這個版圖之下的 一國之下的公民的基本權力和義務 那你覺得和你有沒有關係呢 在香港 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力和義務 沒有 那這些權力和很多國家一樣 但是最重要的義務 就是第五十二、五十三和五十四條 現在我覺得 即時香港人要知道 即時香港人要知道 這個我是 很久以前已經自己錄下 五十二至五十四 第五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有維護國家統一 和全國民族團結的義務 適不適用 適不適用 於香港的中國公民 當然適用 為什麼你是例外 第五十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 憲法當然是這個憲法 法律就是本地法律 是嗎 保守國家秘密 愛護公共財產 遵守公共秩序 尊重社會公德 怎麼不適用 我們的社會差一點嗎 沒有公德的嗎 第五十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有維護祖國的安全 榮譽和利益的義務 不得有危害祖國的安全 榮譽和利益的行為 那憲法上有個義務 跟著那個相應之下 就要本地的法律 除非你用回大陸的大型法 維護國家安全 那些 我以前說過 要不就是你自己的刑事條例裡面 或者法例或者二十三條立法 你復服這個 所以王部長那個不是空月來風的 那第三章呢 國家機構 Organs of State 那些什麼叫做 人民代表大會 什麼叫做國務院 所謂一府兩院 一個政府 兩個院 一個就是 最高人民法院 一個就是最高人民檢察院 這是第七節 裡面 國務院全部都在 國家機構 怎麼會不 怎麼會不 怎麼會不適合到香港 不適合到香港 西環都沒有了國務院 那就是沒有了 不是中國一部份 怎麼會不適合呢 國家機構 那第四章是什麼呢 第四章就是 國旗 國徽 和首都 那麽不太 那胡安征你是中國人 那你這個首都在哪裏 那北京 難道說收幾個彎 那這些東西 都有意義 這些是紅水蟒獸嗎 這些是基本的 國民教育 這個現在我們坐在那裏 說黃振文部長 就是香港沒有國民教育 現在看到的現象就是這樣 大家不知所謂 可以 驚啊 This describes you as a Chinese citizen 什麽是你的國家 什麽是你的國旗 什麽是你的國徽 什麽是你的國徽 國家機構是怎麽樣的 第一章就是國家是行什麽制度的 現在告訴你 兩個制度 多過一個制度 你鼓勵鼓掌才對 對吧 你看到害怕 我看到開心 中國憲法這樣 所以 我覺得 近期 近日 對中國民族黨 特區政府的 執法行為 加上 黃振文部長所說的 大家在 你 你 不僅是說中國憲法 你每一個人只有一個憲法 而已 你沒有大沒有小才可以的 你美國每個州都是它的憲法 但是最大的憲法就是 the US Constitution 國家的憲法 只有一個 當然是適用於全國 加上 你沒有了它 就沒有了特區 你還說什麽呢 你沒有30條 哪有特區 你 那你 在這個憲制 適用於香港的情況下 我們要 黃部長已經說得很客氣了 適用於你 誰不適用的 社會主義不適用 但是維護國家安全的不分制度 還不適用於你 是嗎 維護國家安全的不分制度 維護國家安全的不分制度 維護國家安全 在香港的不分制度 我們沒有義務 特區政府沒有責任去做 所以這個大家 我經常說 我不管你做了忠誘 看清楚 看看再說 是不是 社會條例 看一看 香港刑事條例 看一看 二十三條 看一看 為什麼有心魔 不斷被人利用你們的心魔 對我們的社會好嗎 對國家的發展 香港做國際的城市 我們要出去 在經濟上面 為香港人謀福利 你不達國家的旗號 你怎麼可以維護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呢 國家又不如你給稅 駐軍又不用你給錢 你不夠錢就給錢 你經濟不要叫人來 花錢 都用不進來的 建議 使得多就被你罵 是不是 Come on Wakeup 為什麼這樣呢 我們不是 我們香港人不需要接受這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呢 臨起來說 責任一定是特拒政府 在國家安全 在國家的國民教育 在這個國家的主權 在香港的維護和運作 你一定是要有一個 我們叫做主流思想 而你一定是那個思想的思想領導來的 特拒政府 就不要經常一發生這件事 噗一聲就變成一個 嘩 反對派說 嘩 多謝的 麻煩你 又是可以出來對抗的平台 將整件事魔鬼化 是不是 我經常說 你找一些國際的 憲制的專家來講一下 有什麼大問題呢 是怎樣影響那些人上升 現在問題的問題出現什麼 是有問題的 那個問題就是 中央政府 國務院也都這麼說 香港 現在社會的狀況 有這種的行為 有這種的組織 是通過了一條線 這些不是大家出來 你同不同意 所以應該要面對的原因 就是 剛才講到 現在最迫切的就是要律政司去表態 就是說有什麼條例可以對付 不是只是表態 他要帶領 是不是要領導這個工作 你現在 因為為什麼呢 律政司是有一個責任 不只是執法 他也都要維護法律 要維護人身自由 這些東西 明白嗎 他做一個平衡的 但是保安司是不同的 他只有一個責任 就是保安 就好像美國FBI的主席 就保護國家 怎麼會維護說 不要涉聽 不要什麼 他當然越多權力比他越好 所以公平來說 有一個平衡的 那個平衡是由律政司才有這樣的 憲制的責任和地位做這個事情 是唯一一個法律的專家就是他 全政府都是他 只有他平衡這件事 是吧 廣東現在是對付這個港獨的組織 你剛才說更加重要是對付這個港獨的行為 如果有條例可以對付這個港獨的行為 是不是等於 不是 有沒有條例對付港獨的行為 你不是說 你倒著頭說就是什麼呢 就是不是港獨的行為 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他不會小到一條只搞港獨的 我現在不是說自決行不行 你不要跟他爭論一些磨爛這些事情 很簡單的事情 全世界都有經驗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什麼呢 國家安全 其中一件事就是不可以分裂國家 是嗎 那那個標題你不要再開那個標題 那我不說香港獨立 我說香港制度了行不行 我沙京灣獨立行不行 就是不要跟他爭論這些事情 現在不是香港獨立 如果法例很大的法例 明白嗎 領土不可以分割的 你看看西班牙 為什麼要抓這些人 歐洲國家來的 要叫獨立 對不對 不是等於立人 每一個國家都應該有現有的 維護這些法律 香港 23條不是你這個責任 很多人不明白 23條不是說 你這個責任已經中國憲制 香港171年 主權回歸 已經有這個責任 特區政府應該說,如果沒有就要辣,有就告訴你哪幾條人 23條是什麼呢?大家還不明白 23條不是叫你從頭去考慮過什麼叫國家安全的罪行 寫明的菜單,譬如吃齋就吃齋,吃肉就吃吃,菜單寫著那五樣東西 除了顛覆其他食材,全世界都有的,大同小異議 你用任何本,刑事法律的書都有的 不需要爭論,不需要叫你發明這些 自己的生存是靠國家安全法的 你的問題就是23條是什麼呢? 它的意思就是說 被你沒有豁免在中國大刑法下國家安全法的刑責 因為我那次說過,在中國大刑法下國家安全法 又有這些不可以做維護國家分裂 同樣有的,說坐幾多年牢 它說明這個不是跟地方的 是中國軍民在境內也受制裁 在境外也受制裁,總之我抓過你就可以了 但問題變成了,你在香港呢 因為你覺得我覺得你那個制度 我們不接受不熟悉 可以,它用你的制度去實行 就是一樣要煮幾幾碟蔥的了 是拿就拿的 不過你說你的煮法就是你的煮法 你明白了嗎?你要下油就下油 你要下鹽就下鹽 你要生食就生食 你明白了?就是這五樣東西 那我們的制度剛剛跟你說 我們的普通法制度 有理由相信才可以調查 可能門檻比別人高 相比之下 有沒有疑點才可以釘 有表面證才可以送官 明白了嗎? 量刑都比你輕 香港沒有死刑的 明白了嗎? 這個你就豁免那個 不是說叫你重新發明一樣的 這個是豁免你的 沒有真空的中央 每個法律專家都說過的 沒有 國家安全沒有 不是說你不賴阿山就是有真空 沒有真空的 你自己沒有安全罩 澳門就有了 我就算犯這個 我那套東西來制裁 我就不是你那套 不要自己騙自己 這個是你最值錢的東西 用普通法國那套才定得罪 如果你定了 那套就不再動你了 就沒有double jeopardy了 是法律上命的 那是23條 你沒有提過我的提案 那是23條 23條不是叫你去紙牛為馬 自己去發明一件事 要有暴力才可以的 那就是只剩下半條而已 只有暴力起義才可以的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沒有23條的情況下 都不是一種法律真空的 那如果 我剛才講過 中國型化 是跟全世界的中國公民 不管你在香港那邊都 說明境外境外都包括的 問題是你在香港特區下 他都法律制裁了 他就中國的刑法不踩進來了 你明白我講什麼嗎 但是如果你沒有了 曾鋒就不會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 要武裝起義 去到外 去那個地方 或者你回內地他抓你 你以為他不會抓你 會抓你 沒有真空的 怎麼可能有真空呢 國家安全 等你立法 國家安全 等到條件理想 come on 你這個存在都靠這件事 其他國家去打你都可以 沒有國家安全法律 人民怎樣都可以 給他錢又可以 吳先生說 開關又可以 巡繪有沒有用暴力 叫我非不要打 是不是又要拿和平獎 是嗎 這些不用說 這麼多人生經驗 社會經驗 什麼叫為我講 大家都心裡有數 那把尺是怎樣 我想問一下 那些藍藍的人 說那些民主黨 其實都沒有什麼人理 他做的事 都要選三四個 其實你覺得這個 扣不成國家 壓害國家安全 你覺得這個 算不算是一個 合理的一個辯解 沒有什麼人理 是 他做的事 就是說 他不是很成功 票房不是特別好 這個和法律的 就是你今天很簡單 今天這個人 這個毒犯出來買一種新的 新毒 但沒有什麼票房 那不要拘捕他 蠻麻煩的 法治 是嗎 還有呢 現在問題我都說了 他放了馬台在那裡 就是等於滑絲 他把這個人推到那裡 最重要的是 那條線 是不是很多人推你過 先說那條線在哪 他說那條線 香港的民主黨 我和你說話 我是推的那條線 你看他每件事 他要選立法會 就是推這條線 他說現在要不排除武力 總之有效就行了 接著我聽過要操兵 排兵全部都是刑事圖裡面 好像看著 有一個策誌來推一條線 他不動我的 他自己也說的 去年我等他來調查我的 有什麼沒有 現在好像粉絲會一樣 我說每一句每一次 你都記錄 這叫調查嗎 這些就是 擺到你面前 沒辦法了 你明白嗎 這個結果不是調查結果 你一個粉絲會也有這麼多東西 是不是 是不是 這個叫做兜口兜面 是不是 所以有時候不是說 小人就說不要搞他了 是不是 炒爾他 你不搞他 那就是有炒爾的機會 你倒絕了他就沒有了 是不是 既然你不搞他 也沒著 是不是 你說多人參加 又說 和民意相反 你沒得贏 甚麼 上 States 我們就 は 那一下 做的時候 剛剛我就繼續搞 ок 還是 nous 可以 這就是空門二十年來 OK 我問一下 後面講到一條線 其實你都講到最迫是聖詩要表態 聖詩是否要表態有哪些例 畫走這條線 不是 只是表態我再講 或者用個字是不適合 要發出指引 發出指引 我今天做刑事 我都要知道 哪條刑事條例裡面煽動 哪條過時的 你不會拘捕是不會告的 是吧 但是這些行為 國家已經說這些是違背憲法的行為 但是沒有法律後果的 沒有刑事後果的 麻煩你教我 我做律師怎麼解釋給我的客人 給市民聽 我做市民怎樣 怎樣去過我的生活 來不踩到條線呢 究竟是 是吧 如果我上次講過 最危害法律的事情 就是 你沒有法律更好 我至少可以立法 但是你有法律在那裏 但是這個法律是 dead letter來的 是過事的 是不是更 是不是立即 發自社會 不准謀殺的 不准搶東西的 但是沒有後果的 個個不謀殺不搶的 是不是更恐怖 OK 謝謝